2021新炒年十二生肖榴槤運程 陳俊申師傅將會為我們講 未來2021年十二生肖順序去講 第一個屬鼠 屬鼠未來這一年的榴槤運程會是怎樣呢?師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俊申師傅 又到我們講十二生肖的時間 我們先講回屬鼠的 第一個新肖逢2020年、2008、1996、1984和1972年 再加上1960、1948等 這些過了立春之後我們都叫做屬鼠 記得通常我們一般市民都會有誤解 以為淡入年初一就已經叫做屬鼠 其實不是的 我們一般來說計的新肖都是屬立春那一天 過了去到立春那一天 我們才屬於過一年的新肖 這個要留意吧 好 我們看回屬鼠來講 我們給了一個概括性 今年來說屬鼠的朋友 其實是充滿了一種事業的機會 今年來說 他的工作機會亦是比較多的 因為今年來說 他這個老鼠跟我們2021年新丑年的牛年 其實是一個綠合的關係 綠合的關係代表什麼呢? 其實代表他是合住了 或者我們叫做孖住了 或者叫做攬住了的關係 而攬住了屬鼠的朋友的這顆星 其實我們代表了七殺星 亦是代表各種工作或者是事業的 所以整體來說 屬鼠的人下年他們有很多意外的驚喜 所說的驚喜當然是在說這個事業方面 或者是在說老闆給他的一些工作機會 所以下年來說 整體來說 這個屬鼠的朋友 最好有一個心態就是喜歡挑戰 覺得期待挑戰的一種心態 就會過得比較舒服一點 那麼你一旦有期待 充滿了挑戰 萬一老闆給了一些辛苦的事情來做 你都會很欣然接受 假設你如果覺得用一種很頹廢的心情 或者不想做的心情 而預算下年一個留年 你就會過得很辛苦 你會覺得很崎嶇 或者為什麼這麼多麻煩事情去攪住你呢? 這就是屬鼠的朋友今年的概括 那你就要看回一些星 那麼下年來說 我們要看回他有顆吉星 剛才說的吉星就是碎盒 就是工作事業 啊! 困住了你 這個原因 但是這個情況 在我們現在充滿了疫情的情況 或者是經濟不景氣 或者是受著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慢慢可能沒有那麼好 其實會直接影響到這個經濟 那麼這個時候其實 有得捱就好過沒有得捱 有得捱就好過沒有得捱 所以這顆碎盒這顆星 合住了你 其實我們要用一個樂觀的心態去對待它 起碼有得捱 這顆我們叫做吉星 另外看回有一顆比較小的小空星 這顆小空星 就是我們叫做病符 病符代表什麼呢? 照字面解當然是代表疾病 是身體不安樂的意思 在說身體容易有小疾前身的意思 而這個小疾前身 或者有些小病痛 其實是跟你的工作壓力有關的 因為下年來說 整體來說 你都是圍繞著工作壓力 生活壓力而去生活的 那麼這個身體就會產生了一種變化 就會有小小疾病 所以是適宜放鬆的心情 好我們看看熟暑的朋友 今年的桃花會怎樣呢? 其實如今年的人緣桃花來說 其實都算是旺的 我們叫做中規中矩之上 假設如果未拍拖的朋友 那麼下年如果有機會 給你遇到的緣份 其實很多時候會是跟工作有關的 或者跟公司有關的 或者是一些工作環境裡面 認識到一些異性的機率 可能會比較高的 可以這樣想 至於事業方面 熟暑的朋友 如果他的工作 是從事一種叫做開創性的事物 或者是屬於一種 因為下年都有一顆暗的文窗 入了來 如果他的工種 是屬於要做一些文案的設計 或者是創作 寫文 或者是一些廣告 或者是一些編劇等等 其實都相當之有利 這類屬於文師創作的一種事業 這種職務會比較OK的 好 整體來說 下年就因為這個熟暑的朋友 他是受著這個事業的基盤 所以他們除了心態 要放寬些接受這個挑戰 另一件事情就是 不能夠整天自己收藏自己 讀來讀往 又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因為你一旦讀來讀往 這顆事業星 或者這顆我們叫做工作星 想困住你 也困不到 所以你要多些出去 擴建你的人物 擴建你的生活圈子 擴建了之後 你這顆事業星 才可以發揮到它的功效 要不然你就會浪費了 下年整整一整年 那個事業的操作 師傅我想請教 健康運又會是怎樣呢? 健康運剛才說了 其實因為下年來講 生活壓力 或者工作壓力 相當會大一點 健康就容易有小疾前身 不像有什麼大的病痛 什麼叫小疾前身呢? 例如有些人傷風感冒 兩三天搞定好 但他這一種就會搞住你 可能要過幾兩個星期 甚至半個月等等 但你又不死得 又不會有什麼大的災難 但保持著容易病 容易病 最主要都是因為壓力 產生了一個變化 令到你的身體 師傅 下一個新潮 屬牛的人士 2021年他們到底的運勢是怎樣呢? 屬牛來說 就是犯了本命年 本命年 本命年來講 本命年本來的問題其實也不大 但最主要是 下年有一顆星進來 這是一顆空星叫黃帆 什麼叫黃帆呢? 就是黃色的旗 但卻掉下來 這種是一種不好的異仗 逢那年犯到黃帆的話 代表他容易失魂 失魂落魄 亦都代表運勢 有一點轉向頹廢的感覺 繼而他就會做一些決定 做一些決策 其實容易做錯了 一旦做錯了的話 就會橫緩相扣 會令到他的壓力會倍增 繼而會影響到他的身體出現問題 所以下年來講 屬牛的 其實整體運程很一般 尤其是要留意的 農曆的十月份就更加要注意了 因為這顆黃帆 他發出的力量比較大 就會在十月份 就要留意的 整體來說也是一般的 屬牛的朋友 是一個充滿磨練 你的意志力的一年來的 對於下年來講 在一個生活中 你要不斷的迎接一些小風暴 或者一些小吵鬧 或者一些辛苦的人事物 和你下年在擾讓 下年來講 辛苦少少 但有些事情可以妥協 不一定要和他對著幹 或者碰 包括可能是非方面 或者和人相處方面 可以慢慢妥協 否則自己辛苦 自己拿自己來搞 好 我們就講了這顆黃帆的聲 但我們講一些好東西 下年屬牛的朋友 就有顆華蓋聲進來 這顆華蓋聲是代表一種聰明的意思 代表對哲理 代表智慧是喜歡研究的 喜歡研究 比較出世少少的一種 我們叫做 一種比較出世的思維 會比較醒目少少 在這方面的創作 才華等等 好 空聲方面 其實下年是比較多 除了剛才說的一顆黃帆 其實還有一顆比較大的空聲 叫劍峰 劍峰 你聽起來都會聯想到一種 血傷的東西 劍金屬 鋒利的金屬 鋒利的金屬 鋒利金屬入到你的命局 其實容易產生一種 我們叫做血傷 或者一些手術的東西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 另外有些比較小的空聲 雖然產生的破壞力其實不太大 但也要留意 包括有一顆太歲星 有一顆太歲星 另外有一顆破歲星 另外有一顆要伏斯 這些都是一些小的空聲 力量不大 但太歲星方面就要留意一下 我們下年就是牛年 下年牛年 而現在我們說的是熟牛的朋友 我們聽過在太歲頭上動討 這就是要留意 如果你要做一些決定 或者決策 或者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業 就要留意了 因為受著黃帆這顆星的影響 其實是移政不移動的 以下年來說 你有大的搞作 其實下年應該要謹慎些 這樣 至於感情方面 下年就屬於一般般 如果你給我打分數 五顆星為止滿分 下年感情來說 最多就是屬兩顆星 最多 財運來說也屬於平平 也不見得太好的一種 一種廣展 或者一種進障 不太覺的下年 好師傅 下一個生肖就是屬虎 是吧 很威風 2021年他們又怎樣呢 好 接著就到屬虎 屬虎 大家都可以聯想到 苦苦生威 留意 本身屬虎的人 其實他的脾氣 都會比較不容易 克制著他的暴躁 那種特質 那種性格 所以要留意著 因為屬虎的話 其實下年 假設他在他的脾氣方面 控制得不好 或者他在霸氣方面 過於外露的話 會直接影響到他下年的流年 屬虎的話 我們有概括性去講 下年說貴隱星 或是感情運而言 是不錯的 為甚麼呢 因為下年 有兩顆吉星進來 第一顆叫做太陽星 這顆太陽星 代表下年 會有人給你溫暖 因為屬於太陽 而這個太陽 是屬於男性的 屬於羊的 所以下年 特別容易會有 一些男性的貴人 會給你一些關照 如果你在讀書的話 可能一些男的先生 男的教授 會比較關顧你 如果出來打工的話 會是男性的上司 會給你多些機會 男性的長輩 給你多些工作 一些項目去做 至於紅聯 我們經常聽說 紅聯聲動 這顆聲其實代表了桃花 假設下年來講 你屬於婦的朋友 已經拍拖一段時間 感情也穩定 其實很容易會有一個 比較重要的決定 可能要訂婚 或者可能會結婚 假設是沒有拍拖的 單身的 下年容易會遇到異性 合眼緣的機會 會比較高 而且我們在說屬婦 這個恩怨方面 在女性的朋友方面 會比較明顯 因為下年那顆太陽星 是男性 所以屬婦的女性朋友 容易會有恩怨多於男性 好 剛剛講了一些好的 有太陽星、有紅聯星 接著我們講一些屬於兇星 兇星來講 他會有劫殺 劫殺在工作方面 其實會有一點阻滯 還有劫殺 劫代表打劫的意思 其實會有金錢上的損失 有一個損失在 變相呢 有一個劫字 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貴重物品的 屬婦的朋友 不要帶太多在身 貴重的物品 萬一是被人打劫的話 其實你的損失會大了 或者你不小心跌了的話 其實損失也會大了 總之下年會出現一種突如其來 你自己想像不到 但那個利益 那個財富突然間沒有了 這就涉及這顆劫財星 前天黑白幾 是陪鬼鬼祟祟 etwas 改緣 就是要留意 總之這個貴重物品 就要小心手 behind 我們感情也講了 然後就先講了一點事業 事業的話 因為夏年有個兇星 這個叫吞陷 這顆叫吞陷 叫做 埋沒了你的財華的意思 或者埋沒你的工作機會 此處啦 方形的意思 所以如果下年你屬府的朋友想做一种事业是全新的 属于开创性的 那就没有那么有力的 自己做得来其实也有点力不从心 觉得做下去很不顺利的 假设你已经在现成的工作里面再密密密密的去跟随 密密地去做的话 那也OK 但是你要跳出去你本身的圈子再去试新的东西 试一种新的事物 那就会辛苦一点 会吃力一点 好师傅轮到下一个十二生肖就是熟兔仔 是熟兔仔 熟兔仔来说我们看回逢亲2011年 1999年 1987 1975 1963 1951 纳春之后 其实都是熟兔的 整体来说熟兔 下年来说 叫做过得 比较平淡一点 或者我们叫做起伏不太大 因为熟兔的朋友 下年又没有特别明显的吉星进入了来 又没有特别 又太有破坏性的凶生进入了来 所以整体来说 下年也叫平稳的 平稳其实平淡也是伏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虽然过得平淡 但其实也有一些好东西会出现 熟兔来说 下年是牛年 熟兔其实会带有少少桃花 这种桃花虽然力量不大 但对男性的熟兔朋友来说 属于是有利的 女性来说是不计的 这种桃花是男性才计的 会这样 好 现在看看有两颗小的凶星进入了来 一颗星我们叫做披头 是小的凶星来的 所以不用特别去担心 另外一种叫灾杀 灾杀的东西其实都是破坏一些财 破坏一些财 没什么特别的 事业方面 就可以平稳向上的 熟兔的朋友平稳向上 因为熟兔牛年对它来说是属于一颗财星 但这种平稳向上 其实也带有一种叫做奋斗 即是你要付出一个明显的努力 才可以得到你所谓的财气 财星 整体来说 熟兔的朋友来说 因为没什么特别 又没有特别大的吉星去拱照你 所以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积极 积极主动去创造你自己的机会 如果不是的话 下年的话就过得平淡得来 你会相当之伏味的 那师傅熟龙的生肖2021又会怎样呢? 你知道龙精就苦满嘛 那龙是不是精精神神呢? 是精精神神 但不能够过分精神 即是过分自信 因为下年来说 如果过分自信 有个自负的思考模式 其实呢 下年中招的机会其实都挺高的 因为下年来说它有三颗空星出现 如果是平时的话都没什么所谓 但下年出现那三颗空星是有连贯性的 是相当之不好的 那我们先讲一个熟龙的概括性 熟龙来说 事业来说是会得到一些 女贵人的照顾的 因为下年 有一颗叫做太阴星出来 但留意下年这颗太阴星 其实的力量不是说真的很大 不是很大的所以就要留意 不要想着 有人帮啊 平时有人照顾啊 所以就自己自名得意 得意样样 去做事啊 不惊大怒啊 觉得做错事 有人会帮你 做错事有人帮你保护 千万不要这么想 因为下年已经有三颗空星 搞住你的 那我们现在讲回那三颗空星了 空星来说呢 其中一颗星叫灌索的 叫灌索的 如果是老人家的话 会比较害怕见到这颗星 老人家 那灌索我们怎样去理解呢 灌 灌我们当作一个形容词 叫连贯 连贯 那么索呢 你可以当它是一种 承索的意思 这个名词我们代表承索 动词的话 就是索尝的意思 连贯性的索尝 如果老人家遇到这颗星 健康方面容易出现问题 因为是很容易 去到一些很严重的年份 或者是比较差的楼链 是会和你索尝性命的 分钟连命制都没有 这个已经去到很严重的了 但普遍来说 都是属于一些健康的问题 会和你做一个索尝的意思 另外呢 我们遇到灌索这颗星 如果你本身在财务方面 之前有人和人做一些担保 或者有借钱给人 或者是本身欠了人的钱 下年 就容易一些财务的糾纷 千万不要从人去做一些 担保 尤其是有些没那么熟 或者没那么亲的朋友 因为呢 你和人做了担保之后呢 因为你出现了灌索这颗星 那颗星会怎样呢 灌索 向你索取的 你和人做了担保之后 可能你是会被人 赌债的 可能你和人 你去做一个担保 真正借钱的人可能不见了 那这个就要留意了 到时你就因财失意而已 为了少许钱 朋友都没得做 这个要留意的 这个要留意的 还有借钱也是 本身可能已经是欠了人钱的 那下年呢 那个债期到了 会催你 或者未催 未到期你的债期 但人家对家呢 等钱用 都会问你拿的 都会问你拿的 或者你家里 身边 有人突然有些经济的需要 又会问你借钱的 总之呢 你容易受着灌索这颗星 去影响到你的财运 这个就要留意了 熟龙的朋友 接着呢 另一颗星呢 我们叫做 勾搅 勾搅 即是拯住你的意思 搅又是拯住你的意思 同样地 有一颗这样的空星 拯住你 又不放手 这些就比较麻烦了 尤其是下年来说 如果是遇到一些官非的话 就会麻烦了 因为一搞 就不是说搞你一年半左右 可能会搞到2022 或者2023的 这些要留意着 因为它这颗叫做 拯住你 搞而已 我们说搞型的搞 就是拯住你 这两个字都告诉你 就是拯住你 不放 所以 有得去解决的话 我们情愿 快刀斩乱麻烦 它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然呢 纏扰住你 自己努力搞而已 自己麻烦而已 另外呢 有颗星 就叫做 卓步 卓步 这个卓仔的卓 还有这个暴风雨的暴 其实是代表紧一种突如其来的凶灾 突如其来的 例如突然可能开车不小心 被人抓到 或者抓到人也好 其实都是很突如其来的灾责 这个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在交通意外方面 假设我们熟龙的朋友 本身你们的性格就是比较过分自信 记住如果有开车的话 上到马路 要特别控制好开车的态度 或者是开车的情绪 要留意 不要被人稍微有少少的挑衅 或者在路上被其他司机的挑衅 突然间就发火了 一发火 因为你又搞到人 伤害到人 或者别人伤害到你 即使大家没有伤害到大家都好 但起码你会跟人吵 跟人杀气 跟人拗叫 其实都不好的 这些就涉及到交通方面的意外 整体来说 因为这三颗星连住了你 所以就刚才跟大家说了 不要有过分自信 不要有自负的倾向 一旦有自负的倾向 这三颗星就容易找到你了 找到你的话 你就真的中招了 好 师傅 再下一个生肖就是属蛇 现在我们说属蛇 属蛇来说 逢2013年 2001 1989 1977 1965 和1953年 过了立春之后 就会是属蛇 属蛇来说 下年就会跟新丑恋 形成一种三颗的关系 通常来说 你遇着这六颗三颗 我们都代表好的 他下年这种好 亦都是跟他的事业有关系的 整体来说 我们会这样形容 下年属蛇的朋友 事业 OK 有进步的 名气也会有的 但就特别多是非 特别多是非 特别多一些叫做 在背后吵闹的东西会搞住你 我们讲一讲为什么 首先讲一粒大的吉星 这粒吉星叫三台 三台我们经常会讲 三台八座 三台是一粒好的意思 是很好的星气 代表一种名声 假设说 熟蛇的朋友 下年会有一些公开考试 或者一些外面 例如IELTS 或者Tofo那类的考试 是容易考到一个功名 或者考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或者容易会有一个升迁 升值的机会 总之有个身份 有个名气 慢慢向上的迹象 这就是好的东西 至于讲的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出了粒星叫指背 手指的指 背脚的背 手指指着的背脚 就是什么 捉你背脚 捉你背脚 是非会特别多 我们会讲一讲 这个叫指背这粒星 是容易 给身边的一些亲友 可能会讲一些 不好的说话 或者是 给他们误会 如果在公司来讲 就容易 会被人 背后里面 又会 讲你的坏话 总之是容易受到一种 观众是非的迹象 而且容易被人误会了你是一个 没有诚信的人 你是毁约的人 就会这样 最后的话 亦都会 衍生到之后 可能一种叫做 失去了你的工作机会 失去了你的事业机会 或者是钱的机会 都会有影响 因为背后 有一粒 叫做指背 有事与你 好 我们讲一讲 下面再有一粒星 跟那粒子背有关系 就叫做五鬼 五鬼这粒星 我们经常听说 五鬼运材 五鬼运材 这些 是属于叫做 很阴沉的星来的 很阴沉的星 我们是五鬼 有名字给你听 很阴暗的东西 就是说 你也好 或者你身边的人也好 很容易有疑心的 下年 容易有一个疑心的出现 如果在工作方面 容易猜忌同事 容易猜忌上司 如果在感情方面 假设刚刚有些吵闹 吵叫 两夫妻或者男女朋友 很容易会怀疑 另一半在想什么 或者另一半会不会有其他 古怪的想法 去破坏你的感情 其实都会出现的 总之下年来说 是容易有一个猜忌的 对你身边的人 即是你 实际上 子辈这一颗星的确有人搞你 但又会显映到你内心那种 五鬼的一种的性格 在搞搞阵 所以下年 你会过得比较不开心的熟龙的朋友 因为常常会 二神二鬼 会有这种情况 当子辈和五鬼这两颗星加码的话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另外我们来看看 就有一颗星叫天哭 天空的天 就会哭 天哭 天都哭 代表下年来说 你容易会遇到 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会出现 尤其是这个农历的十月 会遇到一些事情 会特别令到你不开心 还有下年的农历的四月 都是的 会令到你不开心 感觉上你会觉得突然间 情绪会觉得很混乱 情绪觉得很坎坷 或者你自己会有一些很困惑的心境 在这里纏扰着你 这个就是天哭 会搞到你内心突然间那种 很悲观的情绪出来了 这个就要留意 亦都很需要去放开你的心态 或者你的心情 这样的要留意 整体来说 下年的感情都可以的 感情来说 想去认识一些新的异性 可以的没问题 但要记住 即使让你认识到新的异性也好 或者你已经在拍拖也好 留意要规避了我们刚刚说的那种 五鬼的心性 就是千万不要特别太多疑 不要特别太多疑 最好就是开心见诚 跟你的另一半去沟通 有些不明白的 沟通到不明白 有些有困惑的 沟通到没有困惑 这个是最直接的解决方法 否则两个人在估计下 就会越估计 就会越大了 这个就是感情方面 下年属蛇的朋友要特别去注意的 财运来说 算是不错的 因为下年来说 都叫做合赌 合赌太岁 所以整体来说财运也有进步的 如果五个星我们是平分的 都可以平到有三个半星的 这个财运 事刚刚说了 是容易有一个升值的机会的 好师傅 再下一个生肖 属马 2021年到底他们又怎样呢 属马的朋友 2021年的确是一样的 我们讲回属马的会有什么朋友 逢2014年 2002 1990 1978 1966 和1954年 这些年份过了立春之后 就已经叫做属马了 下年属马的朋友 他们叫做形态税 形态税 其实属于不好的 这些年份 这些属马的朋友 其实下年是需要去涉态税的 需要去做这个动作的 事业也好 财运也好 感情也好 倾向会有少少低迷 会有少少低迷 所以 都是那句 不需要过分乐观 不需要过分乐观 去检讨你下年整体的人事物 用一种平常心 就OK的了 会或多或少 在事业方面 因为赢得太岁 事业方面举步为奸 想大步一点进步 难一点 如果你想岁步进步就可以 平平向上进步就可以 如果你想像一个很斜 很斜的一个大幅进步 会困难一点 下年会困难一点 所以不用过分乐观去扩展你的生意 扩展你的事业 否则你会有失望的感觉 好 我们来说回熟马 熟马来说 下年有一个叫月德贵人进入来的 这一颗月德贵人 我们也叫做厄杀星 就是下年有一些不好的事 它会给你做一个开解 会给你做一个化解 所以下年要说一些很大的意外 或者一些很大的不好的事情 在你出现 其实机会会低一点 因为这颗吉星其实也颇为有力 这颗月德贵人 所以不用特别担心 即使空星都是有两颗空星的 一颗叫死符 一颗叫小号的 都是一些很小的空星 所以不用特别担心 那么小号就代表一些很轻微的破财 轻微的破财可能会是 讲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要花一点点钱 可能突然间 女朋友或者女朋友的家 或者自己的家 突然间有些人说 我要庆祝什么 或者要买什么 要你夹钱 大的问题是没有的 但是要留意 因为小号这颗星 是容易会令到一个人 贪小便宜的 贪小便宜的 所以要留意有一些很小的陷阱 你因为贪小便宜 而忠个头马去 你自己都会得不常失 亦会认了小号这颗星 会这样 好 我们讲回感情方面 感情方面 属马的朋友 有一颗咸池星入了来 咸池星其实属于一种 不是那么正当的桃花 不是那么正当的桃花 亦是代表一种虚花 所以假设下年 有一个感情出现 即是本身已经单身的 本身单身的 让你遇上一个感情 开头的时候 其实也不需要特别投入 因为它本身代表着 有一种虚花的意思 所以你投入得越多 怕你下年到时会失望得越辛苦 失望得越来越辛苦 因为之前你觉得自己付出了 为什么没有收获呢 另外下年要留意 因为这颗咸池桃花 其实不是代表一种正常的桃花 它有带一点偏桃花 带着有少少桃色九分的意味 所以下年来说 如果有一些意外的缘分来到 自己要懂得拒绝 什么叫意外的缘分 假设你已经有男朋友 或者有女朋友 或者已经结婚 有老公有老婆的 突然间在你和你的伴侣之外 你感觉上好像迷迷茫茫茫 迷迷茫茫 有一些因缘吸引到你 你自己就要留意了 不要贪这些意外的情愿 遇到这些情况 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英俊 或者别人很美女 觉得自己很受欢迎 突然间有人喜欢 千万不要这么想 是虚花来的 你放过头进去 然后投入 那得不尝失 损手烂脚下链 轻的 你就叫做 和你的伴侣吵一吵架 严重的 因为这粒含茨桃花 带着桃色九分 吵到你离婚 吵到你分手多次 所以要留意的 在这方面就不要去特别 去试了 这些含茨桃花 这样 整体来说 我们再看看这个属马的朋友 因为下年他害了 害了太岁 我们叫刑太岁 本身在事业方面 财运方面 本身其实已经不是特别太好 但是因为 浸着这个咸池 咸池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是洗澡的意思 我们讲的是 洗澡浸着这个池 其实相当舒服的 好像你浸着一个大浴缸 下年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很贪徒安逸的意思 贪徒安逸 贪徒舒服的意思 你浸着那个浴缸 就会觉得 很舒服 然后你整体的心态会放松 会吊儿郎当 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下年 你的事业等等也不太好 所以下年来说 你要把贪徒安逸这个 心性要改改 要变得十分积极 变得十分主动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下年的事业 最多最多都是浮沉沉的 完全没有进步的 就要留意了 那师傅 下一个生肖了 熟羊2021年 他们到底会怎样呢? 熟羊的朋友来说 下年来说 我们叫做十二个生肖里面 叫做最差的 熟羊 因为熟羊 直接冲到太岁 直接冲到太岁 什么年份出世的人会熟羊呢? 2015年 2003 1991 1979 1967 和1955年 等等的年份 过了立新之后 就是熟羊的朋友 当中有两年 有两个年份出世的熟羊会特别差 一个是2015年 2015年 还是很小 还是很小 所以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太小了 基本上有家庭的照顾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但留意的情况就是 因为它这样冲的太岁 属于正冲 天网和地址都冲 而且冲到那一柱 属于他们的年柱 要留意的就是 长辈方面的健康会比较差一点 另外比较差的年份就是1967 月未年 刚刚2015月未年 1967丁未年 也要留意 属于比较差的熟羊的年份 从下年来说 下年来说 事业来说 都算是有些坎坷的 下年 熟羊的朋友 不算太特别好的 比较多一点的关口要过 虽然关口不是很多 但是 小的关口过完一关 有一关 这样的意思 大的关口又不太过了 还有会有些血伤的意思 所以下年整体来说 都是那句 放松心情 不要有太大的期待 尤其是经过今年的疫情之后 下年可能疫情会有一个衰退 疫情衰退 但问题 我们说经济方面 其实会比疫情 会缓后几个月 或者缓后半年到一年 整体来说可能会影响到 用来熟羊的朋友的事业发展 或者经济发展 要留意 好 好在 虽然它是 属于冲的太岁 好在它有一颗吉星 叫做地解 会发挥到小小的作用 小小的化解的意思 所以 叫做有些怪人帮下 也比没有 虽然这颗怪人的星 又不是说帮你 帮到一半也好 这颗就叫做地解的吉星 接着我们说回一些叫做空星 属羊的朋友冲到太岁 所以他们的空星会特别恶 平时其他新潮的空星没那么恶 但一旦你冲到太岁 没那么恶 都会变得特别恶 因为直接冲太岁 就是你激怒到太岁 激怒太岁 那当然会出现一个 不好的事情 所以空星会怎样呢 就会特别差 第一件事我们要留意的 就叫做蓝缸 蓝缸 即是围难 围难就围住你 蓝缸 蓝缸的意思是做什么 就是阻止你 所以下年 你做一些事情 都会觉得不顺利 因为就是 阻止了你 你想冲破 就冲破不了 因为它会围住了你 就会困难一点 就会困难一点 除非你的能力 特别高 跨难跨过去 但正常的人 不会每个都好像流场那样 跑一跑跨 不会的 正常的人 普通的人 你想这样冲过去 很多时候会击掉那只蓝缸 跌倒的 所以下年来说要小心一点 因为有个蓝缸在这里 不要 胸口只有勇字 一直不停冲 冲到自己跌倒的 会有这个情况 蓝缸自己留意了 如果你硬要去冲的话 最后的话 就容易 可能会出现一宗 轻微的官非 因为蓝缸也代表事业 如果事业被你冲低了 怕你犯下之后的后续活动 就包括和合伙人之间的一种争吵等等 再搞一搞 可能大家会吵 会有一种叫因财失忆的情况 甚至严重的 就吵到要去到公堂之上 就要留意了 蓝缸 另外有一颗声叫月杀 这颗声是特别不利我们男性的 朋友属羊的 属羊的男性朋友会特别不利 为什么呢? 这颗声进来是容易 它的另一半 可能是太太、女朋友 容易有病痛的 会有这个情况 这颗是月杀的一个可能性 另外有一颗叫做 这颗声 另外一颗就会 令到你妈妈的身体也不太好 所以这两位女性 女朋友或者老婆或者妈妈 这样就要慎防意外 另外一颗也要留意 跟那个冲态势有关的 叫做炮尾 炮尾 炮是一种动物来的 你踩到炮尾尾会怎样呢? 那只炮会怎样呢? 会不会咬你呢? 所以要特别留意了 这颗声就是说 要试身试物的时候 就要特别留意 尤其是那些新的事情 新的事物 涉及到有点灰色地带 或者是 叫做 踩法律界 这些就要特别留意了 因为你踩到 基本上 就会咬你一口 基本上 你都是 中招的机会相当高的 还有炮尾 就是说一个以身范险的意思 但是假设 已经有老婆 或者已经有男女朋友 等等 万一突然有些新的人事物 你想试下的自己都留意了 试完之后 怕你很难回头 因为这颗炮 你踩到他的尾 也是会咬你的 所以要特别留意了 感情方面 就是刚才说的 不要特别贪心意外的缘分 不要贪心意外的缘分 另外 有关于财星 财运的一颗空星 下年也要稍微小心 做一些投机的决定 必须要三思而后行 否则 你的破号 损号 在金钱方面的消失 其实都会颇为明显 所以下年 如果不操作得比较好的 在财运方面 在事业方面 感情方面 都不小心处理 下年会用两个字 去形容 叫做惨淡 老师傅 属猴了 2021年他们是否继续跳杂 没错 我们就说回熟猴猴的朋友 如果说2021年熟猴猴的朋友 其实如果说 12个生肖里面 他应该是最好的三个生肖之一 我们来看看 熊镇2016年 2004年 1992年 1980年 1968年 1956年 等等 立春猴出生的朋友 都是熟猴猴的 为什么呢? 我们会说他今年整体的运程 都叫做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四个大的吉星进入了来 互相拱照 进入了他属猴的工位 有一颗叫贵人 一颗叫紫薇 一颗叫龙德 一颗叫天喜 你听到这些名字都觉得 喜气荣扬 或者是有贵人拱照的意思 所以整体来说 下年比较容易熟猴猴 依然可以跳跳杂杂 滑滑滑滑滑的 我们叫做 时事信心 下年 除了自己时事信心 他的另一半 其实都很容易会沾到他这种气场 或者叫做沾到他那种光 所以另一半来说都容易会有那种不如意的感觉 比较顺境的感觉 除了自己OK 比较平顺 他的另一半黏着他其实都OK的 熟猴猴的朋友 好,我们来看看那四颗吉星 一颗叫紫薇星 这颗是一颗大的吉星 一颗紫薇星进入了来 其实可以帮你化解很多小小的空星 一颗大的吉星 已经可以叫一夫当关 万夫莫敌 不错的 一颗大的吉星 叫做 这颗吉星 其实意味 紫薇代表皇帝的意思 或者代表一些大贵人的意思 所以 下年来说 在工作 在事业方面 容易接触到一些 有身份 有地位的一些伙伴 或者是前辈 或者是上司 总之是很容易出出入入 跟这些官季的人 比起你高层次的人打交道 所以下年是属于向上流流动的年份 或者是向上学习的年份 下年要多多把握这颗紫薇星 接着我们看龙德 这个龙德 龙德是保住我们的心情 或者身体 得到安康的意思 心境也好 身体也好 会有一个安长的意思 所以下年也是不错的 另外说天气 天气代表 很开心的意思 天空的天 喜喜羊羊的喜 代表很开心的意思 假设如果下年命限也进入属猫的公位 是容易结婚的 但至于是什么人 会进入那个命限或小限 就要找专业的算命师傅 和你去推测 即使你不进入这个命限或小限 其实下年也容易有些喜 你会多些参加一些喜气的事 例如多些参与别人的结婚 饮宴 八日宴 或者寿宴等等 甚至是自己的一些喜庆的事 可能自己搞订婚 搞结婚等等 都不出奇的 因为下年就是一颗开心的星来的 另外也有一颗贵人星 也是有帮助的 对你一起 事业 钱财等等 也有帮助的 四颗大的吉星 进入到来 什么空星都不太害怕了 但我们着俩都会讲讲 小小空星 尤其是一颗空星叫亡神 今年来说有四颗叫亡神 有一个天厄 有一颗叫暴闭 有一颗叫官符 但我们要着重说那颗属后的朋友 就在这个亡神那里了 亡神说的是什么呢 是有些阴灵的东西会出现 阴灵的东西会出现 所以要留意了 一阴灵出现或者搞你的话 其实会让你容易 突然间的情绪 会突然间很失落 或者你的思维突然间很混乱 这个要留意了 尤其是在清明时节 在重阳 或者一些鬼节 这些月份或者这些季节 要特别留意的 不要去乱搞 乱搞的意思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 好像现在七月十四这样 就是鬼节 人家在烧溪潜 或者在烧街衣 你尽量可以避远一点 不要专专去经过那里 因为你很容易会不小心 会踩到别人一些的家衣 因为它会有风吹的嘛 小小可能吹到吹来又踩到 其实你是容易会 舔舔或者容易得罪到 一些阴阶的朋友 一些阴阶的先人 这些要留意的 或者去到郊外 去到郊外的话 刚刚可能没有一些的流动厕所 或者要方便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某一些的动作的时候 在郊外那里 麻烦都自己 主动说一句 麻烦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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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说 和别人打声招呼 别人借开 你要去大小便也好 起码你不会得罪人 不然你是很容易得罪的话 你这颗亡神的作用就会走出来了 你就真的会被这些事情搞一搞 下年来说这颗星要特别要注意 另外 下年其实有一颗星 不正常的桃花 叫红艳 红艳 这颗星对于感情运来说 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但要留意 因为带着有些偏满的桃花 或者带着有些不正常的桃花来说 这个要留意的 一颗红艳又再走进来 会产生两个作用 对于属猴的朋友 因为属猴的朋友本身的活力 活力会比较多 或者本身的心是不能太沉下来的 所以要注意这两种由红艳星带来的特质 第一种特质就是 会突然间 自己在情欲方面会重了很多 情欲 情感方面也好 情感方面的寄托 很需要这种寄托 或者情欲这个欲望方面 其实也是的 突然间会大了很多 当你有了这些欲望 其实你很容易去索取 容易去索取 你一旦容易去索取 你表面的行为自然会做出来 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或者不必要的桃花 这是其中一点 第二点 这个红艳 这个红艳 带来的第二个特质就是 下年属猴的朋友突然间因为受到 红艳星的影响 下年会突然间对于吸引异性的能力 高了 真的会突然间魅力方面大了 容易吸引到人 因为这些存在 都会导致你们多了选择 或者多了一些机会 都是留意 假设已经有稳定的对象 那就不要多心了 好师傅 今天轮到下一个新潮了 就是熟鸡了 2021年他们又会怎样呢 好 接着讲熟鸡的朋友了 熟鸡的朋友也相当不错 他的好的情况仅次于猴子 因为熟鸡的朋友也有几个大的吉星进来 我们看看熟鸡的朋友 从2017年、2005年、1993年、1981年、1969年和1957年 纳春后出生的都是属于熟鸡的朋友 熟鸡的朋友除了有几个吉星 有八座、天解、象星 和解神 另外一种令到他的事业或者整体的运势有上升 就是因为他三合了太岁 鸡鸡和牛鸡 其实会有三合的作用 所以会带来一种叫做运势方面 事业容易有上升的 因为下年三合合他那种物质是属于贵人星 贵人合住了你 就是说熟鸡的朋友下年是保持着给长辈、上司、贵人保持着帮你的异象 我们来说一些吉星 刚刚我们说过三台 这里就说八座 八座也说是一种考取功名的意思 就是升职方面是容易升过的 如果你是熟鸡的朋友 如果出去考公开考试等等 又是容易会考到的 当然啦 你也是互出努力 当然啦 你也是要自己去耕耘的 就是天空不会突然跌个饼给你的 这是要自己去争取的 这是八座 八座容易拿到一些功名的意思 拿到一些名气的意思 接着我们会讲讲 天解 天解就纯粹是 万一你有些不好的空声进来 它帮你解一解的 这些属于好东西来的 接着讲的就是一粒叫杖声 杖声 将军的章 将军的章 这一粒叫声代表你下年有得掌权 有得掌权 因为将军是一个身份地位来的 突然间有一粒声进来说 你下年是容易做到领导 做到领导可能会升你职 或者他会给你一队人带 或者他会给你一些额外的工作 让你有压力 总之下年你可控的事物 可以掌控的东西突然间多了 也代表了你的压力多了 你的责任也多了 但我们做人来说 都是希望进步的 这粒叫杖声就是给你一个进步的一种机会了 应该也是要多多把握的 好 我们另外讲的就是凶声 凶声其实都有几粒 主要来说都是关于一些血伤的东西有关的 例如有血印这些是血缸之装 白虎 我们说白虎会叫做咬人的 这些是血伤的东西 所以下年来说 熟悉的一些朋友 需要过了经节之后 去鹅颈桥那里祭一祭白虎 这会有利于血伤方面会减低 接着非廉和浮沉都是 都是讲一些不太好的声数 尤其是浮沉 浮沉会解释那种浮沉不定的意思 就是说很多东西你想做一个决定 决定不了 经常都摇摇样样浮沉沉 当你犹疑不决的时候 再之后想决定的时候 机会已经走了 已经苏州过后没有停舵 所以就真的要留意 受着这一粒浮沉的声影响 有些东西要果断的要果断 有些东西要务断的 亦都可以务断 不能够犹疑不决 否则会错失了 有很多机会 因为下年那粒涨声 就是说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种事业的扩展 的一个职位给你 你要多多把握 多些事要做的 不怕吃虧 做多些 当你做多些军事 别人会尚识到你的能力 好师傅 今天轮到 尾尔这个生肖了 2021年属狗的人士 他们又会怎样呢 属狗的朋友来说 下年又是形态税 形态税当然不算一个好的留年 不算一个好的留年 我们看看有些年份出生的朋友 属狗了 2018年 2006 1994年 1982 1970 1958年 过了立春之后 我们都叫属狗的朋友 基于下年来说 他有一个形态税 整体的运势 你说要一个很明显的上涨 的确没有那么明显的了 要留意的形态税 会常常会感觉到自己 好像在逆境那里 常常会不开心的 因为你这种形 我们丑失未三型 它现在就是这个狗 和这个牛 出现的三型 内心相当多烦恼的 即使在现实环境 客观环境 不是真的有那么多 的东西去烦恼你 但是你自己也很喜欢 想一些事情 给自己去烦恼的 这个就要留意了 不要自己 去制造一些麻烦给自己 自己不肯放过自己 其实也是一个 很大的弊处 要留意 好 说回 都有两颗吉星的 一颗叫做天德 一颗叫做福星 这些都是一些贵人的意思 贵人的意思 还有 代表那种拱照 是那种福气的意思 那是什么呢 下年来说 虽然都是倾向 无那么开心的 熟狗的朋友 但是 继续着 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 遇到一些小困难的时候 都会被你 糊糊糊糊 会被你过到的 但是你过完之后 你又会不开心 就会是这样 这个就要自己去 调节你自己的 心情或者情绪 但是你说大的麻烦呢 未必有 有的话 都会有一些 糊糊糊糊糊的东西 让你跨过那个难关 这样的 好 空星方面 有三颗 同一个人的心境有关的 一颗 我们叫做寡叔 叫做寡叔 孤神寡叔 属于孤独的意思 这个寡叔 如果是一个已经有家庭的人来说 他突然间 下年遇到这个情况 突然间会变得沉默寡言 不是很喜欢表达 不是很喜欢讲话 很喜欢把一些情绪 他埋在自己的心里面 所以下年 一旦在家庭 跟太太 或者跟老公 或者跟子女的沟通 越来越少的话 出现了问题的话 再去 要再谈 其实会比较难 因为 已经将自己的结 打得比较深 所以要留意 这个寡叔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突然间 心情 或者是跟人的相处方面 突然间目睹了 不喜欢讲话 这个要留意 不然 最后会形成的 就是一种家庭的吵闹 或者家庭一些 不开心的闹事 另外 有一颗叫卷舌 是一些是非口舌的 又是一些吵闹闹的 容易造成家庭风波 这些 卷舌 接着有一颗叫搞杀 也是那句 又是跟口舌有关 而且这种杀星 又是拯住你的 一直拯住你的 你要去搞的 要去处理的 万一有什么意外 不是意外 万一有什么 误会 稍微解释清楚 不要叫大家不吵就当没事 有些事情要解释清楚 谈完没问题就没问题 就当奋不自地骂了他 要不然意外出现了 而你们又不去解释 又不去解决的话 就继续搞住你了 这颗杀星 搞住你 大家误会越来越深了 当这个搞杀卷你加上寡宿 加上的话 你又不去解决 就会变得人变成什么呢? 不喜欢讲话 不喜欢表达 有些是非搞住你 有些是非搞住你 一旦你忍无可忍 就大吵大吶 最后大家的气氛不太好 在家庭的话 容易会有家庭风波 如果在工作的情况 就容易面和 心不和 有这个情况 基本上都是要留意的了 不算特别好 熟狗的话 好,师傅 最后一个生肖 属猪 2021年 会不会又再常常被人说 猪那么蠢呢? 猪那么蠢 其实猪不是真的那么蠢 有时人比猪 所以 就不用用一个 贬义的意思去讲猪 好,我们讲讲猪 猪下年来讲 2021年 其实我们不会分他 好还是不好 因为他真的没有特别好还是不好的星进来 但是有点特色 因为下年 他有一颗星进来 这颗星叫逆马星 逆马星代表什么? 代表变动 代表那种崩波 代表转变、转换的意思 所以下年出来的话 会有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我们属猪的朋友有2019年出生 2007、1995、1983、1971和1959年等等 过多纳春之后都是属猪的 要留意一下 下年来讲 基于现在香港的情况 其实都会有些人想申请移民 下年来讲 容易会成行 或者是那个国家 容易会做一个批了他们去移民 因为下年 下年套逆马出来了 假设 之前已经搞移民的人 下年有机会成行 真的会举家搬迁的意思 假设不是应移民这条数字 属猪的朋友也会认 转工、工作转变 或者工作环境转变 搬家等 容易会有这个变动 下年来讲 属猪的朋友 其实动作会比不动好 但还是要判断是否适合你动 假设你转工的话 基于现在整体的市况 或者经济 其实带着有些不明朗的意思 虽然说你有翼猪要动 但也要判断一下 值得你动才去动 值得你转工才去转 但下年假设你死固 什么都不动 又没有搬家 又没有换工作环境 或者是没有什么转变 你下年有点不安 反而要动反而不能动 你反而觉得有点辛苦 会导致内心有点空虚 因为当你见到别人在改变 或者见到别人移民 自己没有移民 你会觉得感觉 好像又走了 如果你见到别人转工 你自己又没转工 你又觉得又走了一个 等等等等 就会有这些情况 自己可以去控制 动还是不动 好 下年来说 这个空声 其实没什么大杀伤力 有一颗叫天狗 一颗叫吊客 但要留意的就是吊客这颗 吊客这颗声 是代表一些丧事的意思 但这个丧事 是与远亲比较有关系的 例如疏堂的一些亲戚有关系 就要小心一点 可能这些比较疏小的长辈 健康不是那么好 甚至可能大年纪 或者身体不好的 会出现一些可能生命 会受到威胁的情况 会有这个情况 下年因为有一颗吊客进来 又有天狗 所以尽可能 下年去一些探病的地方 尽量去少一点 假设可能有朋友 是病了的 你未必去的话 其实你可以送杂花 或者送礼物过去 都可以 尽可能一些属于比较病痛的场景 或者一些殯儀馆 尽量去少一点 会比较好的 免得去沾染这种叫做衰气 如果这种衰气沾染进来 这个吊客的情况 你就会反映出来了 要小心一点 一些疏托的 一些长辈亲戚的健康 事要方面 就刚刚说了 是容易会有经常去出差 经常转换工作的情况 整体来说 你要保持着 觉得 给你转变 给你去更改环境 是一件好事 你不要觉得 又要动了 又要去出差了 又要去哪里 又要去哪里 不要这样想 你这样想的话 你下年会过得很不开心的 因为下年是一个转变的年份来的 所以你要觉得 随遇而安 随着一个风波 一个风波 不断地去做 不断地飘 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OK 那师傅 12个生肖 2021年 我们看完 12个生肖人的 运程的预测 OK 其实我觉得2021年 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展望的 例如一些 吉凶的方位 是吧 或者我们 稍后再请教你 好吗 可以的 我们之后讲吉凶的方位 我们可以尝试 用一个风水的角度 沿空飞星的角度 去为大家 为我们的 焦点视频的读者 去做一个解释 或者一个解构 到时 大家可以欢迎去收看 另外提一提 我们的读者 如果未点赞 我们的焦点视频 或者未订阅 我们的焦点视频的 一些朋友 无论香港也好 或者国外国内也好 欢迎 订阅我们的焦点视频 我们有最新的片段 就可以发放给你观赏 多谢各位 非常非常多谢师傅 帮我买广告